好,各位同学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的半天的通通都是在做MO 那么今天我们要把三原子的扩充到四原子以上 然后三原子部分呢,我们要把它做一个了结 在双原子的部分,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方法 是叫做SALC 目的是什么 找出group orbital跟atomic orbital 跟它相合的地方 找出相合的地方 然后做linear combination 形成什么 形成molecular orbital 所以各位是不是能够画得出这个molecular orbital呢 我们现在以上次我们讲的水做这个例子 有没有同学能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手续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三件事情是什么 告诉我们一下 现在要画水 第一件事情是 了解一下你的系统 第一件事情决定坐标 课文上 课文上 课文上面的坐标 这边是X还是Y 我们等一下全部做完以后请其他的同学来做一下 如果定为Y的话,我们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会不会改变 然后我们的mo会不会改变 所以Bz是通过这个C2的主轴 好,我们现在开始要做mo,第一件事情做什么 杨晓彤 他是谁 找出 找出水的point group 找出水的point group 找写中文好了 好 这次来讲的话,他们的点群是什么呢 送两话 C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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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就找character table 然后找这点群以后第二件事情做什么 徐南海 把氧跟氤分开 要做什么事情 做orbital 做 Legan group orbital 做什么 做什么 C3 OK,你要会画他的图 然后你要会用他去化约出 这些symbol 这些symbol 来 除了group orbital以外还有什么 两个也就是AO的 两个也就是AO的 他的图和B 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好 第三件事情是 王维平 画 画 找character table 看什么 找character table 看什么 这已经找出来了 你告诉我怎么做这件事情 结合AO与 Legan group orbital 怎么结合 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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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在group orbital 得到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第二个意义是 molecular orbital 有什么不同 molecular orbital 是把group orbital 加上AO以后 他们两个在做linear combination OK 他们在做linear combination 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molecular orbital diagram 然后它是会得到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组合 A1对A1加起来一高一低 B2加B2加起来一高一低 去做出他的mo 画出他的diagram来 OK 所以 这线性组合 是可以在group orbital 发生也可以在molecular orbital 然后他们都必须要是对称相关 所谓对称相关 就是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必须是相同的 好 那第四个就是要来解释 在课本上来安排 我来当时把luic structure先给各位做介绍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是先讲mo 主要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花的时间比较多 如果我们讲了luic structure的话 可能会占掉了mo的时间 所以各位要回去自己复习一下 luic structure它的这个内容是哪一些 也就是八语体 VSEPR这类的东西 那么有机会我们今天还可以把它复习一遍 好 那 在这个地方呢 今天要特别加入的一个部分呢 是插进去一个东西叫做 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 这件事干什么事情 你说我们全部都已经做过了 还要怕干什么 这是因为各位还没有碰到复杂系统 各位如果说有同学是已经复习过NH3 BF3 BH3 这一类的这个多原子分子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的group orbital不是很好画 不是那么直觉的就能够画得出来 像CO2的部分呢 这边的O跟O的这个结合 不论是S轨域或者P轨域都是蛮好结合 然后你用character table去算 它还是蛮直接了当的 但如果说碰到了BF3 NH3 或者是这个BF3 这类大一点的分子 它就会发现到说它的group orbital呢 是不同的 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 比如说在NH3 或者BH3 和BF3 这一类的 在S orbital的部分呢 全部都相容的是一个 然后呢 全部不容的是一个 它有一个截面 然后它另外一个垂直的截面 在这个地方 这边还有一个 另外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 你generate orbital 是E或者是E' 或者是E' Double Prime OK 再看你的point group不同 就会造成 像这样子的图 是怎么得到的呢 它实际上这个图的 Rubal Orbital 它是一个2H 如果我们把它当A B C这样看的话 OK 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东西 这边的话是 5B-5C 这样子的这个 Orbitals不是很容易看得出来 这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组合 因为它不是很直觉的画得出来的 这个时候就必须用 projection operator method 这在 F.A.Carton的那个 group theory的课本里面有 100多页的 有介绍过这个method 它的用处是什么 它的用处是 就是我们把 好 你各位知道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它是可以作用在atomic orbital上面 或者是 这个group orbital上面 或者是molecular orbital上面 然后它们这些orbital就有这个对称 那我们要知道任何一个group orbital 或者是mo orbital呢 它是哪一些AO组合的 像这样的这个组合 那我就要用这个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去 它做法呢就是把carry table打开 但是做一件不同的事情 把所有的class里面的那个相同的那个轴或者是面 都把它展开 比如说 因为你有两个C3 你要把C3-1做一遍 C3-2做一遍 那把它这个做完了以后 得到的所有的这个对称呢 所产生出来的AO呢 全部加起来 那这个例子呢 那这个例子呢 我们等一下会用水去做一遍 好吧 好 那我们等一下去复习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先做一个水的这个部分 好 因为C2B 所以呢 它的character是 symmetry operation是 好 如果我们把轻的部分做group orbital的话 各位告诉我 它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在哪里 各位可以参考课本的149页 好 identity 两个ES轨道 C2 旋转完了以后 中间的C2旋转完了以后 还是这两个orbital 所以这个是2 诶 诶 怎么 这边是 A跟HB 那C2 如果把它标示出来 是变成AB不同的话 因为我们要算原子轨域 所以它是要算A原子轨域 所以contribution有多少 B原子有多少 所以把它标起来 标起来做C2以后 因为它们的位置都换了 所以它们会是0 SigmaV是什么 XZ XZ是就在黑板上的这个面 黑板上这个面的话 它是得到 就是完全不动 所以它是两个 那这个YZ平面的话 是切黑板的这个平面 所以它的话AB会对调 所以它会得到是0 好 那这个东西的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是怎么样去算的 我请一位同学告诉我一下 C2B里面的order 是4 这个要看character table 各位看一下149页 它有character table 也有这个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我现在要问的是 这个γ等于什么东西 怎么样把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变成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用的公式是什么方法 2乘上1 没有前面还要 前面还要有一个 这是譬如说是有A1 A2 B1 B2 A1的算法 这是1 然后你算一下这个A1 它的contribution是0个 还是1个 还是2个 1个 那怎么算的 2乘1乘1 0乘1乘1 1乘2乘1 1乘0 然后就把它加起来 除1什么 4是什么 上面有4个 也就是它的 Number 就是class number 或者是它的order 它的order呢 也可以是 在character table里面 这个1的平方 1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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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的数字 好 好 那各位 可以算得出来的话 这个是A1加什么 A1加B1 A1加B1 各位同学他讲了 对不对 我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用X轴 X轴的部分 在X轴是B1 没错 好 也就是在看character table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 A1 这个是X方向的B1 看看 看那个basis function的部分 是不是有 对应这个地方 对应出来是X 好 因为它跟 因为它跟 好 我们做完这件事情 是干什么 算Google orbital的 contribution 然后我们要算出来 它的这个 组合是什么 我们做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要找出A1 这一个 molecular orbital 它的 contribution 是来自于哪一些 原子轨域 我们以 phiA来算 identity的话 phiA 然后会两个 然后 C2是1 是 C2是旋转 所以是phiB 也就是说 phiA 经过C2 以后的operation 会变成phiB 把它写成phiB 这个phi 是指原子轨域 atomic orbital a 那 CV 就是不动 所以还是phiA 然后这个呢 是一 动了 会变成phiB 所以 A1 是等于什么 等于 全部加起来 这个 combination 是两个 phiA 加两个 phiB OK 然后 我们看B1 B1 各位告诉我 它的character 是什么 请你念给我听 第一个是1 第二个是 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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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负1 OK 所以 它会得到的是 phiA -phiB 加phiA -phiB 会得到的是 好 这就是它的linear combination的组合 那在写分子轨域的时候 我们有几个规矩 第一件事情是 它们这个之间的系数呢 是必须normalize 也就是法化 法化的方式呢 就是把它归到最基本的系数 也就是说都可以相约的话 这边都是1 好 然后呢 为了法化 法化的方式呢 就是 这个平方叫这个 这个 这个两箱加以后开根号 也就是 Ai 的开根号 在这个地方 我看就是 1 加1 是等于2 然后这个地方是 要变成 根号2 分之1 也就是 它的系数 加上它的系数的和开根号 然后变成 phi a 加phi b 这是它的组合系数 normalize 以后变成它 这边也是一样 1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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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1 等会 这个的平方 对 抱歉 sigma平方数开根号 得到系数 系数是什么呢 好 这个告诉我们呢 我们现在形成的这个 group orbital呢 是A1跟B1的两个 这个 对称 然后A1的这个对称呢 它的组合是 两者相加的一个组合 也就是 它画出来的图形是 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好 这边是水 哦 不 讲说这边是氧 然后两个相减的图形 是 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那这个当然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方式 但是到后面那回 就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用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呢 也就是把一个单独的原子轨域带进去 然后做linear 做那个 对称的这个运作以后 你会得到了这一个对称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如果它代表group orbital的话 这个group orbital的组成 就是由这个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方式 去把它算出来的 好 这一点呢 在跟以前不太一样 你如果不算出来 你也可以做出MO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直接用画的方式 你就可以画得出来 这两个MO 这两个氢的这个 原子轨域 可以画成两个圆圈圈 然后 你就可以把颜色做变化 可以知道说 它这有两种不同 combination 然后用它去做MO 好 但是如果说再复杂一点的话 你画不出来它的legan group orbital的时候 你就要用这个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的方法 去把它画出来 那我们在NH3的时候 可以各个同学做一个例子 那么现在 我们复习一下 已经做到这里 然后我们用这个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 得到了legan orbital 你得到legan orbital方式有几种 一种是你直觉上直接就画出atomic orbital 然后做连结 譬如说在CO这边的pz跟pz 然后就这样中间画一个dot 这很容易就画出来 然后你要判断它的symmetry的时候 你就做所有的运作 然后看它是属于哪一个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这是比较直觉的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是直接就把这个legan orbital呢 用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去做运作以后 得到了一个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以后把它分解成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这reducible representation呢 就可以直接画在MO的右边 然后去跟AO去做作用 就做下面 就不用这个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 如果你画不出来 那你就必须要再用这个方式 画出A1 B1以后 利用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 把它画出来这个以后 根据你得到的AO的linear combination 画出你的GO 最后就是在解释 最后就是在解释 MO e-root structure 这个部分我把它留着不动 我们去把它改变一下 现在我们又把它改成 好我们用这个方式 请同学上来做一下 他的MO代管 那我不要求各位用projection operation method 因为这个例子是比较简单的 等于下一个例子 我们就要用这个mh3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例子去得到 好为了要帮各位同学 能够做这件事情 我们把care table 放在这个地方 OK 请各位同学帮我一下 A2的话是多少 抄一下 然后我们请两位同学来一起上来帮忙做一下 一个同学画AO 一个同学画GEO 你画group orbital 你画atomic orbital 我把 我们现在要请他们两位做的东西 是第一个先做这个 Legan orbital 然后再画AO 两者的reducible representation都要做出来 好AO在这边 group orbital 王悠仁在这边画 所以王悠仁你画的是两个青的 你画的是氧的 你把氧的orbital都画出来 是 也没有很多啊 王悠仁你就必须先要找出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对 你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画他的图 第二件事情是做出这个图的 对称 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的 对 好 你先画出图 来 我说过有两种方法 对不对 第一种是直接画 第二种是说 你先做irreducible representation 然后画出这个东西来 然后再用projection method 找出他的结合 那我刚已经结合过了嘛 一加一减嘛 对不对 那我是说不要用那么复杂的方法 你直接用画出的方式 画两个orbital 然后告诉我 它的对称是怎么样求出来的 两个羊 什么两个羊 只有一个羊啊 原子鬼鱼而已啊 这普画不是吗 原子鬼鱼画出来就好 王悠仁你只要画两个圆圈圈的图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 画完以后告诉我 你怎么样得到它的对称 好你要知道坐标 现在这个Y是这个进入黑板 Z是上下的 好长一点 好长一点 大家好画 长一点 圆圈长一点 对对对 好 画重一点 各位后面同学看不见 不是 曲线画重一点 曲线画重一点 不是 对就边边边边边边线画重一点 用力一点画 嗯 很好 然后PY 记得我的画法吗 先画一个大屁股 然后再画 嗯对了 很好 很好 好 然后PZ 然后PZ 这等一下 喔P...不对 我又画错了 这就是PZ上面把它改成X 所以我哟 你画...先画两个圆圈圈 那两个左右各一个 嗯...左右各一个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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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画出... 你现在画出... 嗯... 水 嗯... 这两个圆圈圈 然后你给我它的... 呃... 明暗的图形 GlobalBuson没画过吗 我们看 C...O...O...这个地方 我画它的这个... 呃...PZ的时候 嗯... 我是这样画的 因为这是PZ OXYGEN OXYGENPZ 然后这个makers沒有 göstererado 因为这个是它的套 formed zijn 然后这个是PZ 我再画一个PY PY的部分是进去的 这是PY 然后这个是... PY所组成的 BS 我就教你画这个图 你现在是S軽义 所以是圆圈圈而已 對,那我就不走這樣子,然後這邊走 這邊不必畫了,因為你是 Group Orbital 就這兩個 另外呢?兩個 一個名的 好,現在告訴我,它是什麼 Irreducible Repentation? 這個是什麼? 你怎麼知道呢?做給我看 因爲什麼? 因為它1的時候,就是還是一樣,然後C2也是一樣 好,來 好吧,這個地方,畫起來的時候 畫成圈嗎?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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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圈 就在運作以後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呢? 咦?沒有玩啊,看仙芸 你叫我畫出,呃,講出它的 Irreducible Repentation 我講不出來 你看Table啊 Table在那邊 Table在右邊 A1的部分全部是1 B2 OK,告訴我為什麼是B2 好,畫在下面 負一保留 保留 保留 它還要用 它在下面畫 這樣怎麼樣得到 Irreducible Repentation 你的最容易做啊 可以完全偷機取消 不必去想 也不必運作 告訴我怎麼看啊 S我沒有畫出來 給你看課本 Table在這裡 對 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可以直接看就知道 因為後面那個就是它的對承寫 為什麼後面是對承寫 你就可以這樣寫 為什麼 王悠仁要那麼辛苦的去把它做運作 轉來轉去 因為你也應該要像王悠仁一樣 做這樣的運作 做完運作以後會得到什麼結果 就會得到Z 它這個東西已經幫你整理出來了 PZ在這個C Point Group底下 它就會有A1的Symmetry 所以在這個運作裡面 全部都會是E 那麼S軌域也是一樣 因為S軌域是圓的 你不能怎麼運作 切啊 就旋轉啊 都還是原來的一樣 所以它這裡會給你把結果 Table來起來 實際上你是要自己做一遍的 我不給你這個東西的話 你要怎麼辦 你要像王悠仁一樣 PZ去旋轉一遍 好你隨便轉一個給我看 你轉這個C2 你轉一個PY PY C2 你看一下那個黑板上的圖 C2軸在哪裡 C2軸在哪裡 Z軸 好 旋轉的時候你是用哪個軌距去做 PY PY在哪裡 畫出來 在這裡 對 對不對 那它是怎麼樣的 這邊是X 這邊是Y 這個底下進去的 出來的是Z 轉成這樣 好轉這一根 這會得到什麼結果 黑變白白變黑 所以你是得到0還是1還是-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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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變動位置不變 它沒有變 -1 -1 -1 所以它就是 這個 對不對 它是B1還是B2呢 你要判斷怎麼判斷 你得用這個去判斷 好看一下XZ在哪裡 我指一個Z 這個 就是在黑板上這個平面 黑板上這個平面 會把這個PY軌距做成什麼樣的運作 得到變成什麼樣的圖形 1 1還是-1 -1 -1 因為它會對調 所以是-1 對不對 所以它會是B2 所以這個 可以A1加B2 那 網友人告訴我們了 它是A1加B2 對 網友人做了這個運作 你也要做這個運作 你可以不做這個運作 因為你可以偷懶 但是 蛤 可以偷懶 對 你也可以偷懶 好 教我們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它就跟PY是一樣 欸 它就跟PY一樣 因為這是Y 欸等會 我們這邊就要 喔 OK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把 因為我們的這兩個鬼域是在哪裡呢 再根據這個圖來看的話 是在Y軸的YZ平面上 所以我畫出來這兩個鬼域 也就是你畫的黑板上 這兩個鬼域是在Y平面上 那Y這個地方呢 看起來是B2 很好 謝謝兩位 請回 我們接下去呢 就是要做最後的工程 就是 各位已經知道了 原子鬼域跟group orbital 中間要畫MO 好 MO就不需要這個東西了 把它擦掉 現在請兩位同學上來畫MO 第一件事情是 你把它的對稱把它寫上去 然後告訴我 對稱相關的是哪一個 做SALC 答案都在左右 請你們把答案先寫在我畫的這個位置 左邊的是Y 右邊的是group orbital 送料的話你負責左邊 好 好 順便自己選邊 現在要寫A1跟B1 A1跟B2 把A1跟B2寫上去 好 你如果不願意的話 我就畫給你看 這個是這樣子的 這個是這樣子的 請你把各自的對稱符號寫在上面 你不需要畫 好吧 你畫 你就直接寫就好了嗎 寫pxpypz 各自是多少 它都已經畫在這裡了 A1 B2 好 那 雖然的話看一下 左邊有什麼東西可以跟它配對的 有沒有A1 有啊 有A1 有A1 還有什麼 B2 好 你們兩個一起討論一下 現在第一個要做A1的 linear combination 怎麼做 好 那個不必畫 已經畫在上面了 來A1的 combination 什麼叫linear combination 什麼叫SALC 再說一遍 什麼叫SALC 再說一遍 SALC SALC Symmetry Adapted Linear Combination 是什麼 一定并利嗎 好 隨便你 對稱相合 找出對稱相合的 線性組合 的線性組合 是把誰拿來做線性組合 把 你現在要做的事情 不是group orbital 你已經得到了這兩個了 你已經做了一次SALC 現在我要做MO的 所以請問一下 對稱相關的是哪幾個 指給我看 A1 好圈起來 好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A1 還有他的 好 好 所以現在他們都可以 可以這個 linear combination 對不對 可是你會的只有1加1 現在是 兩個男生要搶一個女生怎麼辦 有三個A1 所以這跟談戀愛一樣 你不能劈腿 你只能一次做一個 一次做一個的意思就是說 拿一個A1跟另外一個A1做 對 你要考慮的事情是說 如果這個2S 它的詭譽是跟它的詭譽是相差很多的話 那麼你這個linear combination就不必做了 如果說是相近的話 就要做這個linear combination 對不對 我們做兩個case OK 我們先做簡單的 不考慮它 也就是說它是能量很低的 我們知道還是不知道 有沒有同學能告訴我 知道還是不知道 這個養的2S在134頁幫我查一下是多少 我知道 多少 能量 負 32EV 32EV 是不是 差不多 上面這個P是 15.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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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輕的 3.3.3 3.3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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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3.3 3.4 3.3 4.3 4.3 5.3 5.3 4.3 4.3 5.4 5.4 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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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5.3 先把这个简单的解决掉 好 写个B1 点点点过来 它是什么 non-bonding OK 好 B1不考虑 现在剩下这两个 跟这两个 对称相合 做SALC 什么叫SALC 一个低一个高 我们先做A1 好 现在你A1 B1也会 B2也会一高一低 谁比较厉害 你怎么知道呢 看Overlap A1是 这样子的 你把它画 画起来一下 画一个A1的 的MO 这是水 在这个地方 它的A1 A1 是来自于PZ 看一下 这两个是你们的圆圈圈 都是白色的 对不对 A1 然后PZ是在这个地方的 它的Overlap 是从哪里来 从下面这个地方来 所以它是在 PZ这个地方 跟两个圆圈圈 是不是完全重叠呢 它如果是在正下方 就完全重叠 它是移开的 所以它有部分重叠 OK 那B2呢 B2是在 这个地方 2 7 B2是 进去的 也就是 在它这个平面 YZ平面上面 然后这边是圆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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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Z的话是 不是PZ 呃 是PY 好 PY是在这个平面上 PY 那 你这里如果说 有一个对应 你要跟谁对应 对不对 那相反的时候呢 会怎么样 Antibonding的时候 这是Antibonding 所以是一个Bonding往下 一个Antibonding往上 这是图形 好 比较一下 这样子的Overlap 和这个Overlap 哪一个比较强 红色的 啊 红色的会比较强吗 不会 在等 好 所以比较强的会有比较大的分裂 比较小的会比较弱 把A1 跟B2 给画出来 OK OK 这边是因为正对了它的上方 OK 它的Overlap的方式是比较强的 这个的话是 你可以想象它这个角度 如果说是180度的话 它是没有Overlap的 它下来的一点点有Overlap 如果并在底下是完全Overlap 所以它是剑部分Overlap 但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刚好它这个地方都对称 都可以Overlap 好 所以B2的会比较强 画出B2比较强的结果 好 在这里 没有 你只画一高一低 你要比原子轨域低 要比原子轨域高 才是 所以我先画一个B2 要不然下课不行 B2 这是你画的 对不对 这是下降的 所以呢 上升的就要这么高 你下降 下降多少 你要上升多少 好 现在给我画A1 很好 好 谢谢两位 来插一下手 好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晚5分钟开始上课